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 还有整整十天的时间了 一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 即将拉开序幕 目前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基本上就绪了 冬奥味也越来越浓了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 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推出冬奥倒计时十天特别节目 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璐女士 陈璐你好 你好 陈璐是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 也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的奖牌 1994年和1998年 连续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铜牌 欢迎陈璐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今天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征 今天清晨来自北京冬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百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 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并宣誓出征 国家短道塑滑队 花样滑冰队 速度滑冰队 冰湖队 越野滑雪队等多支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天安门东观立台整齐列队 大家齐唱国歌 向国旗行注目礼 贝勒祖国 冲冲手 服务人民 民民民 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 中国必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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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国旗仪式结束之后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出征仪式 宣誓结束后 运动员们将陆续进入闭环馆里 做好最后冲刺 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 当时看到升旗的时候热泪盈眶的就特别感动 然后责任心 荣誉感 使命感更强了 也会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个 首先来说很激动 在出征之前都有一个这样的仪式 能够观看这个升国旗 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管理台上 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讲 我们目标更明确了 信心备增 然后肯定是全力以赴取得更好的成绩 完成自己的梦想 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今天想和各位友友 来聊一聊 关于中国加速倒退 这样的一个主题 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个视频呢 是最早北京电视台 它播放出来的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的冬奥健儿 他们在出征前 跑到天安门广场 去看升国旗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成了八九六四之后 整个中国一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 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那就是保证政治正确 大家经常可以看到 每到十一国庆 七一 还有元旦 非常重要的几个日子里面 就会有非常多的中国人 从全国各地跑到北京 一方面旅游 一方面要看升国旗 那个场面非常的壮观 我们姑且不论 这些参观升国旗的人 当时的心情 因为我一直强调人性的复杂 他所涌现出来的 所谓的爱国情怀 和他自己继续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官员 去贪污腐败也好 去收受贿赂也好 他是同时并行的 一点都不毛动 就像很多的贪官 他们在被抓了以后 经常会忏悔 哭着喊着 自己是爱党的一样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那么运动员们 他们到天安门广场 去看升国旗的仪式 这也成为了一个常态 包括入党入团 很多的学校 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种活动越来越多 那么狗仲文作为整个 这次北京冬奥会的 代表团的团长 他原来是体育局的局长 那么他一直直跟在北京 深刻的理解官场的 这些操作 所以为了拍习近平的马屁 他想出了一套办法 就是喊出了报答领袖 一起想未来 这么一个口号 当然我把它稍微的做了改动 他说的是报答 然后呢 我给他改成了报答 一起向未来 我给他改成了一起想未来 因为这也完全符合习近平的中国梦 在中国 大家一起向未来 这个未来 如果还是习近平带领着中共 继续的执政 大家只能去想未来 而且会越想越可怕 根本不可能面向未来 至于报答领袖这件事情 我相信 有一天 他们发现自己 整个食不果腹 需要真正起来造反的时候 那么报答领袖的场面 就会出现 就像当初 罗马尼亚的总统 齐奥塞斯库 被他自己的人民枪杀一样 独裁者的结局 大概都差不多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终 这是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 那么习近平 他作为一个一国的领袖 他深深地享受着这种吹捧 而像狗仲文这种智商 接近于脑残的人 他能够去想出这样的口号 我也觉得的确是罪了 那么另外呢 习近平 他可能会听到这样的 万众其心的呼喊的这种口号 同时呢 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认为自己是非常的英明神武 他最近去山西 所谓的在春节的时候 做一些按照中共的惯例 中央政治局的这些常委 都会吓到各个地区 去嘘寒问暖 去给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去拜年 这是形成了一个惯例 自从江泽民 胡锦涛 一直就这么延续下来的 那么 习近平除了在疫情期间中断了 现在又跑到了山西的林坟 去为当地受灾的 这个老百姓进行嘘寒问暖 但是从他整个的场面过程来看 我们看不出来 有任何是去慰问的场面 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雪地里边 在下着大雪的情况下 老百姓每个人都站在雪地里 而习近平全副的武装 又戴着棉帽子 又穿着厚厚的棉衣 那种感觉和普通民众 形成了巨大的距离 巨大的这种反差 而且他讲话的水平 也的确太low太烂了 这真的不像一个大国领袖 所能讲出来的这种话 我看了以后 真的替他都感到丢脸 替中国人有这么一个领袖 真的感到汗颜 一个口口声声 把自己的人民当作父母的一个儿子 让自己的父母们站在雪地里 自己却一点都不会受到 任何的外来的这种风雨的侵扰 这样的儿子简直是忤逆不孝 真的应该拉出去枪毙15分钟 中国现在的状况 我一直看了包括冬奥建儿的 所谓的要报答领袖的 这样的一种说法 感到他已经和平壤越来越接近了 整个的这种氛围 整个的这种状况 已经和朝鲜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你只是闭上眼睛 没看他们穿的衣服 你会想着或者这是朝鲜 或者这就是文革 完全不知道 这已经是在21世纪的 一个这么崭新的年代里边 还会有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领袖崇拜的愚蠢的行为在发生 让我真的感慨 中国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一直在说 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 不仅仅是那些个真的精英 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的责任 他们有巨大的责任 他们是引领者 他们是启蒙者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否认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 我觉得他们本身很像一种 就是不好听的话 因为我也是中国人 虽然我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国籍 但是我仍然可以定义 中国人 他真的就是一种贱民 我无意冒犯我自己的同胞 冒犯我所有的这些个同学 朋友同事 但是整体上中国人真的就是贱民 我突然想起来 我小时候曾经我的父母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不知道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在日本侵华期间 很多的中国人在排队购物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种习惯 永远不会有秩序的排队 一定要拥挤 一定要互相的来 以大欺小 丛林法则 胳膊根粗的就要站到前面去 弱者就要站到后面去 完全没有秩序 那么日本人很简单 就拿鞭子啪啪一抽 结果中国人就老老实实的去排队了 排得整整齐齐 你和他讲道理没有用 好好讲没有用 他们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到现在 我也在思考 我也在想 是不是中国有今天的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习惯于被奴役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他们实行民主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个领袖 他们真的就需要把双膝跪下来 他们的膝盖就是软的 没有办法 也许中共的出现 就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这种必然不是所谓人民的选择 的确就是中国这种所谓的 从佛教的讲 因缘和合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些贱民们 适合这样的一种制度 适合这样的一种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像中国所谓的一党专制 国营这种体制 所谓的透过计划经济 要做的这些所有的把经济会搞得一团糟糕 这是基本的常识 就像我们知道 当时道光皇帝在面临着 到底他的经师 这个运粮是需要海运 还是曹运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一样 其实我们想到历史和今天 有非常多的相似 大家知道隋扬帝 当时开凿金行运河 他是为后世子孙造福了千百年 到了清朝 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运输手段 但是一个很危险的消息 就是金行运河一旦断流 对大清所造成的影响 就会是灾难性的 在1824年的冬天 洪泽湖大地绝口了 湖水四下的漫溢 泛滥成灾 对于朝廷来说 水灾固然糟糕 但更可怕的问题是 运河断了 金行大运河 它是人工开凿的 堪称人间的奇迹 它犹如长长的纽带 一头连着政治中心北京 一头连着苏胡淑天下族的江南 每年都会有三四百万 蛋左右的粮食 从苏行启程 经由这条纽带 运往京城 满足地多百万居民的消费需求 这样的运输方式就被称为曹运 南方运来的这些粮食被称为曹粮 从元朝到清朝 曹运延续了几百年 运输方式几乎从未改变过 毫无疑问 曹粮是朝廷的财神爷 运河是朝廷的生命线 运河一段 就意味着京城曹粮供应的中断 并可能动摇大清江山的稳定 这个棘手的难题摆在了道光地的面前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 运河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脆弱了 围绕运河而生的曹运体制 也是必斗丛生 京杭大运河经常会出现淤色的这种情况 因为它横贯南北 既沟通了各大水系 也饱受黄河水患之苦 京的前期 黄河连年的绝口泛滥 运河河道不仅累受充沸 而且卷进大量的泥沙 日益的淤积 河床抬高 反过来是黄河频繁的倒观 红泽湖的大坝一旦坍塌 就无法蓄积足够的水量和水位 曹运船只 只将被困住 由于治理不力 江苏境内的运河河道 几度预塞 运输越发艰难 年复一年 曹梁抵达京城 几乎越来越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扶收 在运收的过程当中 损耗在所难免 官府不愿承担 于是便将其摊派给百姓 有时候 征连官故意使粮斗装满 帽尖称为林间 还用脚使劲的踢粮器 称为踢壶 这样的话 容器装得更多更实 踢洒在外的粮食 就被中饱私囊 有时 征连官在规定数外 直接多收40%和50% 如果农民拒不交纳 便会被扣上抗粮的帽子 斗不过官府 又不愿认栽的农民 要么买同有权有势的人 代为交纳 要么把粮食保护起来 等待验收 如此一来 征连官贪派不成 便软硬兼施 激起民众不满 闹槽的事件也会接连不断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钱 曹梁开靶 需要冰丁压船护送 官府支付的全程运费 只有每船300两 标准多年不变 那么物价它是上涨的 早已脱离了实际 根本不够用 为了补足差额 有的冰丁随船 夹带南北的特产 走私贩运 谋取暴利 然而 由于运河的淤积 水深不足 船只越在私货 抄载这些私货 有搁浅的危险 官府就严禁兵丁 夹带私货 这样一来 差额依旧 兵丁们只好 向沿途的官府摊派 并将这笔钱 最终转嫁给老百姓 另外一个就是 永元的问题 乾隆以来 朝廷为了筹集战争经费 以捐官为名 卖了许多的顶带 这些新官来到省里报到 无缺可去 一般都塞进 曹运系统 搞得人满为患 有些官员无事可做 照样领取俸禄 有些官员干起了 赢私舞弊 中饱私囊的买卖 还有一些官员 不务正业 整天想着 以此为跳板 升官发财 这些人逐渐成为了 曹运 避正 既得利益的维护者 就在道光帝 为此苦恼之际 携办大学士 户部上书 应和 送来一份 筹曹运 辩通全局书 其中说 微今之际 只有 暂雇海运 以分 致运 着折 额槽 以滋至合 他给曹运危机 开出的药方是 雇用商船 运送 草粮 准许商船 在运粮的同时 携带货物 应和的治理理念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 社会服务 民营化 市场化 商业化 通过购买社会的服务 来满足 公益需求 购买渠道 布局一格 实现过程 向民间 适当放宽 和让利 结果呢 按照 英和的这个主张 道光帝 利牌 众议 开始 使用 海运 运粮 把原来的草运 改为 海运 结果 不仅仅 没有一点的损耗 而且费用 大大的 降低 而且还满足了 很多的 江南商人的 他们的一些需求 因为 在江南 他们已经把一些丝绸啊 茶叶啊 要运往北方去 从北方呢 再运送一些当地的大豆 回到南方 然而你运送丝绸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它轻 还需要放石头 他们的海运的这个技术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那么 他们正好可以把这些草运的粮食 作为压仓 带着这些个丝绸茶叶 一起运到北方去 这是一个 各方都受益的事情 最后国家又省了钱 结果呢 时间还节省了半个月 有时候一个星期 就可以 到达北京 这样的一种做法 应该是一个 被全社会都认同的一种做法 之所以想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讲 为什么中国现在不断的在开倒车 这件事情 它是无以为继的 就是历史一再的证明 只有这种 真正的 不再去搞所谓的计划经济 让市场这只见不到的手去发挥作用 让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发挥出来 这个国家的经济才有活力 之所以今天看到中国的经济 不断的在下滑 在倒退 包括中央自己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中共一直以来 习近平认为 透过所谓的这些大数据 他已经掌握的这些个资源秉赋 他可以控制市场 所以他大力的推广 所谓的供销社这样的一种做法 他因为脑子里一直烙印着那种 在所谓的文革时期 他青年时期 毛泽东治理中国的那些老破旧 完全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这些手段 他骨子里是反人类反文明的 最终的做法 就是会像道光时代前期的这些草运一样 造成巨大的资源的浪费 完全不可能搞活中国的经济 如果他一味的在这样的一个 想着透过计划经济走过去的老路的话 那么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着巨大的 无可想象的这样的一种灾害 这种灾害而且是无法修复的 中国这个民族是多灾多难 他的多灾多难不在于本身自然赋予的 中国的这些个灾害 更重要的问题是来源于 统治者本身他的弱智 中国这样的一个弱智的领导者 他所选拔的官员也一定都是弱智者 就像他们面对疫情的手段 面对着所谓的郑州水患的这种 河南水患的这种手段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草包 他们的智商很低 他们只想着怎么媚上 根本从来没有把所谓老百姓的死活 放在他们眼里 就像原来港澳办的主任 后来见为副主任的这个张晓民讲的 也能够让你活着就是很大的恩典了 因为在他们心里边永远记着一种 对于权力的这种崇拜 和这种对老百姓的这种漠视 他们有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运动员们 他们去所谓的高喊着爆打领袖 去一起想未来这样的口号 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 这种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普遍的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而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 就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像北朝鲜一样 最终导致民不聊生 恶嫖遍地 这样的悲剧不断的还会再重现 不断的会重演 但是没办法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贱命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希望去启蒙 去鼓动人们去反思 鼓动人们去好好的去了解历史 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但是我们所有的海外的 这些所谓的反对 中共的这些个民主派的人士 最终得到的却永远是 小粉红们的冷嘲热讽 那就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水深火热当中 去享受他们的未来 去好好的想未来 而不是向未来吧 好了今天各位有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 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